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5月10日 比亚迪长沙工厂发生 这个工厂的周围的居民 然后很多小孩子流鼻血 头晕恶心 有这种症状 然后这些居民 附近居民都闻到这个工厂传出来的油漆味 比亚迪工厂就是生产电池的工程当中 应该是排放了空气污染 如果空气污染导致你流鼻血的话 有小孩子流鼻血或头晕什么的 这种这些症状 都是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了 这些居民去抗议 就是说4月25号晚上还是去 这些居民去这个工厂 这个叫雨花厂这个地方去拉横幅抗议 然后还有可能是抗议的居民的代表 跟比亚迪的代表谈话的一个视频 那么谈话的视频要不要放一下 我放一下吧 我最好的话我再补充一下 我想问一下白天牌 白天生产的牌的词 晚上不生产 那我想问一下白天我们还能闻到味道吗 什么时候我们能闻不到 什么时候我们能闻不到 对 五月份 五月份 这是音乐 那就是我们的 现在今天五月六号了 对 也就是我们的小朋友白天还要继续闻至少去一个月 是这个意思吗 还不确定 我还不确定 也就是你们改完之后 你们也不能确定我们闻到味道 这况我意思是 我没有闻到味道 那我想问一下 那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书记 您现在开会说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不对 她说了 还是不开 还是有味道 解决了吗 您确定没有吗 没有 是不是 如果明天我们运用 你怎么样 有的会怎么样 您也会怎么办 还是我们的问题 那也就是 书记后还回到这个问题了 他还是在说 基本上就是这样 没什么结果 那这个普通人这个关注的事情 这个关注的点 基本上不知道应该关注什么地方 就是说 你要知道你作为居民 然后在这种事情去抗议的东西 这个中国人 中国的这些 遇到这种这种事情 你自己小孩 你自己小孩流逼血 这么多家庭小孩子流逼血 然后这些家庭聚在一起去 你去抗议 然后去说的这个事情 你去抗议的这个点 不对的话 很糟糕 如果 就是你 你不停的跟他说 有气味怎么办 没气味怎么办 然后他就跟你说 那边的人 比亚迪也不是 他生产 他们生产电池也不可能 一直是这种 非常让你闻得出的这种污染 大多数情况 你是不知道的污染 就算他按这个国家标准去排污 那也是对环境是非常大的影响 为什么这么说 其他国家怎么不生产电池呢 怎么电池都他妈中国生产呢 这些什么这种这种离电池 这种什么18650那种大的 电量很大很足的 可以用很久的这种电池 包括特斯拉里面用 也用这种这种电池组的 那这种电池怎么为什么 都他妈放在中国生产 那别的国家是傻逼吗 他不想赚这个钱吗 有一部分是想赚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污染 就是别的国家老百姓抗议 不会说像中国老百姓 这样去抗议就说这个东西 就是说有一点很关注 我说的可能比较难听 就是如果你抗议的话 你抗议的这个问题 你追究的这个问题不在点子上 那到最后你就会变成是耍无赖的 是要赔偿的 跟这个小孩子的健康 跟环境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你应该去你要去抗议的话 肯定是要这个叫 讲定就是咬定一点 就是要保护环境 保护环境才有孩子的健康 孩子的祖国未来 你得在这一点上 可是你看中国人说的 这帮长沙这些人抗议的是什么呢 是什么 我们要福不要毒 残害百姓辗转难眠 就是说你说的这个抗议这个点 好像就是说你只要让我能睡着就行了 那所以你看我刚刚那个视频里 那个摆衣服的人他就跟你说 你闻不到味道了 或者是说你再闻一个月吧 就坚持一下就算了 那如果像我说的那样 你说你要保护环境 你这个到底对环境有什么污染 国家标准是什么 你这个国家标准 你这个国家标准是谁定的 是哪个科学家定的 所以有没有权 如果不是他妈的没有什么来源定的这个标准 那你怎么去定一个合理的标准 你这个标准 可不可以保护我们的环境可持续的发展 你政府为了赚钱 企业跟政府勾结为了赚钱 你就把这些污染的东西放在这里 中国的环境是一塌糊涂 空气是糟糕的要命 我也说过这个 你在中国咳嗽有痰什么的 这种跟抽烟他妈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怎么发现的 我他妈的有一次带孩子老婆去了一趟日本 在日本也到处抽烟 对吧 日本到处也有吸烟点的 那他妈的就是一口痰没吐过 怎么回事啊 中国在中国你不抽烟 你也要一口你不停的吐痰咳嗽 对吧 那个空气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就是像比亚迪这种企业 像中国 中国无数的企业 都是基本上都是比亚迪这个逻辑 基本上 跟政府勾结一下有钱赚 那么别的国家不肯干的污染的行业 就放到我们国家 我们给他便宜干才能赚钱 这个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中国到底是 你是不是就跟这种有一种人格的 他的人 他是觉得自己特别没有存在感 特别没有价值 然后这种人就往往去做一些比较 自残也是这种人做的 反正就是说你到底作为中国人 你有没有创造力 有没有真正的你认为好的东西 可以给其世界其他国家的人 同样认为是好的东西 那他妈肯定有 对吧 但是你为什么不用 不用这种方式 不用这种老百姓的创造力 这种 你像 这个比如说什么 就是李子柒他妈拍那个视频也是 大家都喜欢好的环境 李子柒拍那个视频 起码是环境不错很优雅 音乐配的什么的 然后好吃的东西 那是个人都喜欢 你要最大化的去利用这个东西赚钱 而不是说别的国家不肯生产的 像一些处理低端煤造成严重空气污染的行业 也都放到中国 然后中国政府还帮着这些外企 一起去不给员工福利 因为中国成本人工成本这么低 为什么那就是中国政府干的 那不可能工人自己说 你给我少点钱 给我少点福利待遇 不可能老百姓说 你政府不要给我了 不可能有老百姓会这么说 对吧 那肯定是政府怎么耍无赖 怎么给骗过去了 那老百姓就是很蠢的 你去抗议的话 你说我只能说我想睡觉 对吧 我的孩子他妈的头晕 然后流鼻血 然后恶心 我他妈的都没法睡觉 然后你这个油漆味太刺鼻 我都没法睡觉 我他妈只想睡觉 老百姓被统治者都是很蠢的 他只知道他自己那点吃喝拉沙 对不对 但是你就是连这你都不给他 你说你忍着 忍一个月 晚上不排 晚上让你睡觉 你拉横幅不是辗转难眠吗 好我让你睡觉 我晚上不排 那你白天排 你孩子就不流鼻血吗 所以这帮人真的是 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我的话 这种情况 我认为现在他这种情况 首先国家定的排放标准 是跟他国家相关的 跟他国家 他国家他赚取政府 中国政府在赚取的不正当利益 就是对外的低价廉价产品 这些廉价产品往往都是造成环境高度污染的产品 然后他们从这里面去获取利益 然后只是分给企业一部分 再分到员工那里 再分到工人那里 那就是少之又少 那扒了几层皮了 所以说到底谁是卖国贼呢 谁在破坏中国的环境呢 你这些老百姓是要生活在中国的环境里面的 你的小孩不是说今天流鼻血了就没事了 你出现流鼻血 这个流鼻血和这种头晕症类似这种 都是身体给你的一个严重的警告 警告什么东西 警告你哪天突然撬掉的那种病 知道吧 你出现这种症状是在警告你这个事情 而不是说你流鼻血 拿个纸巾头塞住就他妈没事了 要我的话我跟你说 就要这个情况 只有两种选择 一个要么把他们干死 干到死 要么你就走的远远的 没什么好说的 你跟他们说什么东西 他们根本就 你说 你说不到重点上 然后你说我要睡觉 孩子流鼻血 那比亚迪说 我们比亚迪的棉花棒给你的孩子拿回去 免费拿你来我的工厂拿棉花棒去塞住鼻子 把你小孩鼻子塞死 对吧 塞死了就不流了吗 塞死了他从哪流啊 然后你就好睡觉了嘛 然后就完事了 你每个人在陪你个三五百一千的 还怎么样 嗯 继续污染环境 你有没有到底真的在乎你小孩的未来 跟你这个家庭的未来 跟你这个国家的未来的 你在乎的话 你要说环境啊 你要到底去保护环境啊 你要你要你要说到底就是要保护环境 你不能破坏环境啊 你说你这个比亚迪工厂 你你的排放的这个这个废气已经造成人都流鼻血 那对环境是多大的污染 等到他对环境把环境污染完了 然后再影响到人 那又是很长一段时间 呃他这这次的这种这种排污 这种比较厉害的排污是让你发现了 对吧 让你身体有反应了 那长期长期的长期的你根本察觉不到啊 你这个东西怎么办 只有跟他去讲你这个环保标准是哪来的 谁定的 政府是怎么定的 政府有没有按照法律去定 没有按照法律去定你政府是干嘛吃的 是违法政府 你只能跟他搞这个东西 你搞别的东西 他就当你是耍无赖要钱 那现在中央也中央说派了调查组过去 对吧 之前那个长沙倒楼 刚倒楼的这个这个 刚死了很多人 然后呢他派调查组 派调查组就过去干啥 就是打发你这些要饭的嘛 对吧 你拉个横幅 你说你说斩斩难免 你说你睡不好觉 那就是意思就是让你睡好觉呗 对吧 你说小孩流鼻血 那就是意思就是让你赔钱 就是赔你钱呗 你没有人去说保护环境 知道吧 你说保护环境他说什么 难道你这个政府不帮助我们老百姓去保护我们身边的环境 对吧 不保护环境 你说保护 你说你保护环境了 你有这个环保的标准 那你他妈这个标准是怎么定的 为什么空气这么糟糕 不光是你这个 这次这个这个污染的这个比较厉害的时候 你你人感觉到了 这个都是这个都是等于说非常少发生的长期的对中国这块土地的污染长期的影响你根本就察觉不到 根本就没有人有任何的反应 只会说你咳嗽两声谈多一点 然后喝的水吗 喝的水你怎么察觉 喝的水应该也有察觉 我是从来不喝这个中国的这个自来水管里的水 从来都是连烧饭都要去买那个矿泉水 你知道吗 不敢有小孩子以后你不敢这样子搞 你等你等小孩子有反应身体有反应了 那跟你说好日子在后头呢 你只能让他说像正常的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国家的 那不可能出现说出现这种情况 你出现这种情况只能说 还有更多你不知道的更严重的事情在后面等着